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见一个人,我说你特别怕水,我说你是潜水员,你上背不是被水淹死。结果他说,路台长,我现在还是海军。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人更足了,八百万在国,人家签了个八年。八年不还,你们说还会还钱吗?八百万,不少的数字。 但是,念经念了,两个月,人家主动的送还,你说这件事情有没有?所以,需要相信。 需要相信。所以,佛法说,你先要相信。你连相信都不相信,你这件事情怎么做得好呢?你不相信,你就没有愿力去做这件事情。 你今天想相信,你今天想相信我能够成功,你要相信我能够成功,你才有这个愿力啊。 你有了这个愿力,你才会顾注意你的行动啊。你有了行动,你才能成功啊。 所以,佛法讲,叫信愿。 信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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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台长告诉大家,佛法的很多道理,能够指导我们的生活,指导我们的开明,破明,结果。 佛法的东西就是高僧,实际上佛法就是个大哲学家。 佛法就是个大哲学家,就是个大医王嘛。佛法能救助我们,能够医治我们心灵的创伤,能够让我们身体上的灵性病转好。 刚刚大家看到了,二十天能够让一个癌症完全消失。 你们觉得很奇怪,不奇怪。 我可以告诉你,台长,救人当中几乎一个星期就有这么一个星期的反馈。 希望大家不要靠运气来做人,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而这个努力是靠我们改变自己。 真正能救你们的,不是菩萨。 是谁啊?是你们自己。 因为你们自己就是菩萨。 时间过得很快,因为我要留很多时间给大家看出他们,今天人特别多。 台长待会给你们看,当场给看出你们身上的毛病,让你们very surprised,就是非常的吃惊。 我指的是还没有相信人。 那么台长呢,在今天要结束我这个话语之前呢,台长要告诉大家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喜讯。 大家知道什么喜讯吗? 今天上午七点半,官司医菩萨把我叫醒啊。 肯定吗? 叫醒之后大家都知道,菩萨跟我讲话。 我赶紧起来,马上从床上跳起来。 因为我昨天晚上是两点钟睡觉。 我马上爬起来,拿起张纸,很快的写下来。 几乎没有一个字是错了。 我赶紧把官司医菩萨的话记下来。 这是官司医菩萨叫我今天告诉你们的。 。 精彩啊,佛杀之威啊。 你们告诉我,昨天有多少人看见官司医菩萨,看见吴霸神啊? 有多少人啊? 很多人都看见啊,官司医菩萨。 释迦摩尼佛在台长的头上,去年台长还也是看见。 天上这一阵是我们的东方台的官司医菩萨,还有是白礼大使,谁都看不见。 很多人看见。 那么今天官司医菩萨跟大家讲话。 我在讲话之前,我的确要告诉你们一个事情。 也就是说,因为官司医菩萨跟我讲话的那种声音啊, 我真的要觉得奇怪,就是那些电影的导演啊,他们真的很厉害。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动来官司医菩萨讲话的声音。 他们那些声音啊,感染慈悲。 哎呀,这种声音真的就是我听到的一模一样。 这声音我全去给你们听听好了。 啊,众位徒弟,你们是菩萨的。 啊,这个,就是菩萨的弟子。 希望你们要好好地休息。 哇,这声音啊,这么磁灰啊。 让你们听着就要掉眼泪。 当然了,现在我念的时候,声音就没那么好听。 啊,现在告诉大家,菩萨告诉大家什么话。 好吧。 众生之苦,十位人间之苦。 听得懂啊?你们自己记着啊。 我不做解释了。 众生之苦,十位人间之苦。 而人间之苦,又是菩萨之苦。 实际上,菩萨的心跟我们众生是连在一起的。 啊,因为菩萨为众生活着。 为而众生就是菩萨。 菩萨因众生而成佛。 菩萨离不开众生。 众生之痛,是五佛之痛。 只有众生觉悟,才是佛菩萨的真正涅槃。 是菩萨? 这是台长今天七点半, 关斯音古达跟我讲。 平时关斯音古达跟我讲很多话, 我都每一场法会都告诉你们。 对不对? 今天呢,这个是关斯音古达特别特别我讲。 这是关斯音古达,心里只有众生。 台长曾经在,呃,4月8号, 在悉尼的那个市集厅厅有一场法会。 有一个听众 一位问了我一个问题 说我们念经 观世音菩萨到底听不见 听不见 我呢就把这句话 都问了一下观世音菩萨 这是最后观世音菩萨 回答我的事 孩子叫我亲 母亲怎么会听不见 我今天 不能跟大家讲太多 我整理的大概 总统有十几章的提告 但是我说不完 我就想跟大家说 这句信念不完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 灾难平生 我们的人心越来越 不能控制自己 我们很多的事情已经失控了 我们很多人已经回不了 自己的家 我们只有真正的学术和修行 我们真的要相信 我们没有时间再不相信这些事情 今天台港到这里来 就是要大家相信 台港今天来就是要告诉大家 中国的佛教 佛法是多么的传导中国的文化 是多么的中国的佛教文化 是多么的悠久 是多么的存在 我们必须相信 我们之所以受苦 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肉身 五支病痛 因为五有五身 我们自己身体上的病痛可以克服 而我们精神上的痛苦 这是给你带来一辈子的伤痛 很多人死的时候都很痛苦 实际上就是因为受到最最本心和内心的浅证 台港看到很多人走的时候不愿意走 看到很多人会有硬门的拉着 明明家族灯开得很亮 医院灯开得很亮 他跟孩子说 孩子啊 你赶快把灯打亮了 爸爸看不见了 爸爸怎么到了这个房间 台长看见 实际上他人还未死 但是魂魄已下注 台长现在告诉大家 灵验的事情没有什么稀奇 稀奇是我们要造成真正的本性 今天有这么个台长 愿意这么给大家分享 愿意这么全世界的品 我可以到一个五十人 一百个人的地方去给人家看出他 然后我让他念经信服 我也可以到几千人 就是上万人的大法会上去见 就是为了血观四音吐萨 救度众生 实际上你们都是菩萨 你们就是未来佛 我希望你们好好的学 好好的用心的 改变自己的命运 如果你们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你们越来越好 这个世界会无限的美好 多一点和平 多一点 少一点争斗 少一点争斗 就多一点和平 多一点开悟 就少一点愚痴 多一点愚痴 你就少一点智慧 所以真正能够拥有 愚慧的人 他就是菩萨 他就是佛 所以台阳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观四音菩萨的亲手牵言 救度众生 好了 那么 时间关系 台长不能跟大家说太多 那么 接下来很精彩 因为台长在跟大家看图腾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有能量提出去了 而且呢 抽到号的 待会站在前面 那么你们看 台长当场让他看图腾 让他怎么样念经 让他马上下个心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那么 我不能 我不能 我不能说了 因为 有一位 一两位 那个听众的感悟 他们说一说 还想喝口水 大概几分钟时间 我马上上 给大家看图腾 谢谢大家